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水汽的部分 目前外面其实多云 而且水汽稍微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白天慢慢的水汽也会减弱 降雨几率也会降低 那这样的天气形态就会一直持续到周末 要等到礼拜六呢 下一波的冷气团东北季风才会来报道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各地是有降雨几率的 不会比较集中在上午 那么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降雨几率30% 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降雨几率是20% 至于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14到22度 中部地区是17到25度 南部地区18到27度 东部地区14到24度 澎湖地区是16到2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中 花莲16度 台南 澎湖17度 高雄跟宜兰15度 台东18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道琼工艺指数下跌了90点 收盘指数是31819点 跌幅0.28% 纳斯达克上涨了49点 收盘指数是11188点 涨幅0.45% 标普白指数小跌了5.83点 收盘指数是3855.74点 跌幅0.15% 费城半导体小跌了2.22点 收盘指数是2921.71点 跌幅0.08% 所以只有纳斯达克是上涨的 其他都是下跌 不过跌幅都不算特别的重 那么这里面银行股是雪流成河 但是其他类股的表现相对强劲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能源类股其实也是下跌的 主要的原因是能源反映的是担心 因为矽股银行 还有包括了标志银行 Signature 这家银行陆续的倒闭被接管 所以可能引爆的问题 使得经济衰退的压力 变得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油价就出现的是 衰退交易 担心未来衰退而出现的下跌 纽约油油气货价格下跌了1.88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4.80美元 布兰特原油也下跌了2.01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0.77美元 跌幅2.43美元 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 则是涨跌互建 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1.05美元 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0.66美元 芝加哥玉米期货下跌了0.65美元 贵金属的部分则是有两个因素 推升了贵金属的大幅度的上涨 一个就是避险情绪 担心美国股市的问题 甚至连赛市的问题都有点担心 所以出现了避险性情绪的买盘 另外是市场现在普遍认为 联准会在下个礼拜 应该会停止升息 或者是只升息一码认为会升息两码的几率 已经大幅度的降到零 所以在升息趋缓 同时又有避险情绪大幅度的涌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大涨了49.30美元 每盎司报价是1916.50美元 涨幅2.64% 而白银的期货更是大涨了6.91% 铜的期货则上涨了0.57%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8.40% 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则是连续性的急速的贬值 在今天凌晨继续的贬值了0.89% 兑换一篮子货币的美元指数来到了103.64% 创下了今年2月15号以来的新低 当然欧元对美元还有英镑对美元 以及日元对美元都是升值的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也是受到了美国系物银行事件的影响 所以是全数的重挫 英国金融18.55%指数大跌了199点 收盘指数是7548.63点 跌幅高达2.5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也大跌了209点 收盘指数是7011.50点 跌幅高达2.9%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也大跌了468点 收盘指数是14959点 跌幅3.04%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西股银行的风暴呢是恐慌蔓延 现在不是只有西股银行被接管 还有包括了Signature就是它的标志银行 纽约标志银行 那么同时呢也都是因为快速的存款被提领挤兑 所以呢纽约州政府呢就立刻宣布接管 然后同时呢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呢 也立刻出手来接管 那么这个使得呢西股银行是美国呢21世纪以来第二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那么Signature呢则是第三大倒闭事件 所以连续呢第二大第三大的倒闭事件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呢在过去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四八小时呢 连续的开会密集的协商之后呢提出了旧式的方案 三纳部会联合包括联准会财政部 还有FDIC也就是美国存款保险公司 他们推出来的呢是 所有向所有合格的存款机构提供长达一年的贷款 而这一年的贷款呢 它的主要担保品就是它手上所持有的公债 那你就不用呢用亏损的价钱来卖出 他们会用票面价格提供贷款 或者是呢这个不只是公债 或者你手上拥有的MBS 那因为用票面价来提供贷款 它就不需要在市场上抛售 然后承受那一个亏损 贷款的期限呢 长达一年一直到明年3月11号之前都可以申请 而且利率呢相当的低 是由一年期的隔夜财款利率 然后加上10个基本点呢 来作为这个贷款利率 那这里面呢财政部呢 有提供了一笔资金 这笔资金呢是250亿美元的汇率稳定基金 来作为这一个融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的资金来源 好这个消息呢确实是使得昨天呢 美国股市相对有支撑的重要原因 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恐慌情绪仍旧是相当的高昂 包括了VIX指数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大涨了百分之26.58% 另外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呢 则是持续的下跌 现在已经来到了103.63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矽股银行的这个风暴 这里面呢有相当多的银行呢 仍旧在持续的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美股当中的银行股呢 仍旧暴跌 比如说现在被认为呢 有可能是下一张股牌的第一共和银行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股价暴跌了百分之61.75% 当然盘后呢出现了强弹 强弹百分之15.39% 另外西部联合银行呢 也大跌了百分之47.06% 盘后呢 现在也回弹了百分之7.73%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泛太平洋银行Painwest 它呢也同样呢 是下跌了百分之21.05% 不过盘后呢 也出现了回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美国的金融股 目前看起来情绪还没有完全的稳定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但这个效应呢 就使得大家预期美国联准会 那么升息的步调可能会出现改变 甚至于认为呢 三月份就是下个礼拜的会议呢 会不升息 目前根据BitWatch 这一个利率期货的交易市场显示 目前呢 交易员认为升息两码的几率已经降到零了 升息一码的几率呢 攀升到百分之六十 认为完全不升息的几率也有百分之四十 所以昨天呢 高盛提出来的最新报告 认为联准会有可能在三月呢 不升息先稳定金融市场的这一个恐慌情绪 但是他认为五月六月七月联准会 还是会升息 最终利率呢 应该会来到百分之五点二五到百分之五点五 那么摩根大通呢 则是认为会继续的升息一码 新展银行也认为升息一码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的部分 但这个效益呢 其实恐慌蔓延到的是欧洲 我们刚刚看到欧洲三大主要股市的跌幅都相当的大 那么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甚至于接近三个百分点 好那么这里面呢 欧洲因为昨天呢 他们并没有举行紧急的会议 只有德国银行呢 举行了紧急会议来协商 这件事情到底应该如何的来处理 那因为欧洲没有救市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的金融股遭到居杀 而且金融股在欧股的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导致了欧股呢大跌 这里面呢包括了像是瑞幸暴跌了百分之九 它本来其实就有问题 另外德国商银呢也暴跌了百分之八 奥地利的第四大银行BAWAG呢 也暴跌了百分之九 另外我们看到呢 西股银行在英国的紫银行 那么英国呢很快的出手 然后呢接管了之后呢 昨天宣布由HSBC汇丰银行 以一英镑象征性的来收购 西股银行的英国分行 希望呢能够稳住这个西股银行 在英国的情境呢 不要出现大的风暴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向 我们看到呢一方面的避险基金流向了黄金 另外一方面呢避险基金呢也快速的流向了这个公债 那么尤其是两年期 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两个交易日呢就一口气从百分之五左右 立刻呢狂跌到了百分之四点零一六 就殖利率往下狂跌 它代表的其实反而是价格的狂升 意味着有大量的资金 涌入了债券市场 这显然也是两个因素 一个呢就是连准会升息步调会放缓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这个看重呢 这个避险的需求 那欧洲央行呢则是在这个礼拜四呢 就要举行利率节测会议了 那现在呢欧洲央行内部对于 到底应该升息一码或者是两码 目前看起来已经掀起了英哥两派的大战 那么这个目前在这个矽谷银行发生问题之前呢 一般预料是升息两码 甚至于呢欧洲央行就欧洲央行呢 那么的这个总裁加加这个这个欧洲央行总裁呢 曾经对外明白的表示要升息两码 但现在看起来因为矽谷银行的关系 可能升息的速度也会减换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呢 在矽谷银行事件啊 尤其是一连串的银行倒闭 过去一周呢倒闭了三家银行 包括了Civilgate然后包括了矽谷银行 包括Signature那三家银行的倒闭事件 引发的全球金融恐慌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韩国呢决定呢要成立第二档的主权基金 来扶持新创跟创投业者 另外呢马来西亚一月份的工业成长只有1.8% 增加的幅度呢创了17年来的新低 好另外呢在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都是上涨的 上证中和指数上涨了38点 收盘指数是3268点 涨幅1.2% 深圳城址也上涨了62点 收盘指数是11505点 涨幅0.55% 恒生指数是上涨了366点 收盘指数是19686点 涨幅1.9%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昨天呢也非常戏剧化 在开盘之后没多久呢 曾经一度大跌 大跌来到大跌了170点 反映的是对于矽谷银行 所衍生出来的金融问题的恐慌 但很快的就出现了拉台 当然跟美国股市呢在盘后回稳 而且呢包括了美国的一连串的 旧市的措施呢 在昨天的清晨上午的时候呢 陆陆续续的揭露 所以呢一方面稳定了美国的 盘后的期货盘 也稳定了亚洲股市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台北股市呢就出现了拉台 最后呢上涨了34点 收盘指数15560点 涨幅0.22% 成交金额2392亿元 OTC的部分呢也是开低 那么最后呢还是下跌 下跌了1.34点 刷盘指数是205.38点 跌幅0.65%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 美元指数疲弱的情况之下呢 热钱回头 那么新台币呢不但没有贬值 反而是强弹了1.97角 来到了30.651 盘中也相当的戏剧化 在一开盘没多久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外资陆续的汇出 而且台股是下跌的 但是呢随后随着美国 救市的方案出来之后 外资回流 那么也就看到了新台币的强势 像 Famateria 相当的 汇数炸 予渐添 而是 词 不完全